带行星回地球 中国科学家计划捉行星 新华社报道 中国科学家团队正计划捕捉地球附近的一颗小行星 好研究行星上的资源 目前科学家已经将目标设定为 一颗直径6.4米 重达数百吨的小行星 参与该项目的研究人员李明涛表示 他们的目标是 将对地球构成潜在威胁的小行星 变成可用的资源 中国科学家计划设计一种 带有巨大带子的太空船 用以围绕小行星并将它推向地球 当太空船进入大气层时 会展开一个隔热罩 能降低小行星的速度 从每秒12.5公里 降低到每秒0.14公里 科学家计划尽可能的研究小行星 并不惜挖掘它以获得资源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透过剖析行星 可能对太阳系的起源 以及地球上水与生命的起源历史 更加了解 别忘记 我们晚上8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中文字幕作为整理&字幕志愿者 彩星 。